肝不好屁多、肺不好汗多、肾不好尿多 这三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这三句话从我们日常的屁、汗液以及尿液去察觉我们脏腑的健康情况 今天张医生就给大家好好讲解一下这三句话 并且用三个忠诚样针对性的条理好相关脏腑 首先为什么说肝会和屁相关呢 这里就要提到肝的一个主要功能了 肝主疏泻 在我们中医的理论里面 气肌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 脏腑需要气肌推动才能发挥作用 气血需要气肌才能运行 肝主疏泻其实疏泻的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肌 而屁呢其实就是身体里无法运化的多余的气 所以当肝尸疏泻 气肌上下运行的功能出了问题 就容易形成肝木刻皮土 皮胃消化不好 就容易生成这些多余的气体 这些肺气预制在我们的胃肠道 皮慢慢就多了 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个沉香化气片 这个药可以理气疏肝 消肌和胃 专门用来治疗肝胃育治的情况 疏通气筋 让你摆脱屁多的烦恼 第二句话肺不好汗多 肺在我们中医上说 主要功能是喧发速降 主皮毛 那我们人体的表面呢 其实是由一层胃气顾护的 那什么是胃气呢 你可以理解为胃气是一层可以透气的保温层 那我们皮肤上呢 有许许多多的小毛孔 正常情况下 胃气会顾护着这些小毛孔 不让汗流出来 因为汗本身已是我们人体的精液 不能随意流失 那肺主宣发的功能 是为这层保温层 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 当废墟了的时候呢 这层保温层变薄 盖不住这些小孔了 自然汗就流出来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治疗一定要以宣肺为主 把这份能量供应上去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参考一瓶风散 最后一句话肾不好尿多 肾它其实是与我们的膀胱像表里的 肾的阳气负责蒸腾气化水液 多余的精液 由肾气推动到膀胱进而转化成尿液 达到一定量的时候 然后肾气再推动它 成功地排出体外 同时呢 肾气也要拦住膀胱 不需要打开的时候 让膀胱闭合起来 当是虚的时候呢 这个闭合的力量不够了 还没攒够量 就逼不住了 就形成了尿瓶的症状 这个时候可以参考一个 金会肾气丸 通过肾阳化肾气的方式 缓解这个症状 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